神中科 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11月8号 题目是 这些鞋骨能复活吗? 他又对我说 你向这些鞋骨发预言说 铺干的鞋骨呀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鞋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根 使你们掌肉 有章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杰这位先知 在异象之中被上帝带到他一座山谷里面 这座山谷遍地都是人的鞋骨 这些人都死了很久了 骨头已经枯干 散落起整个山谷 上帝问以西杰 这些人还有没有可能死而复生呢? 怎样可能呀? 如果有个人在临床上被认定死亡 几分钟之内还有机会抢救 如果心跳刚刚停止了几秒 还有机会可以用跌击的方法来抢救 但是如果连身体都腐烂 骨头被阳光晒到泛白 这样就肯定没有希望了 当然如果上帝在他们身上施予再造的大能 那就不一样了 上帝正正是要以西杰向这些骷髅讲道 仗而和华的话语施加在他们的身上 其实当初宇宙会诞生 交的就是上帝的华 现在在基督福林的时候 让已经死的人重新活过来 仍然都是他的呼唤 在这两件事之间 上帝的话语将使罪人重生 将他们从灵性的死亡之中换成 即使你的属灵状态长久以来处于低潮 或者对于自己的信仰生活有好心的无力感 上帝的话语都能够向你吹入生命气息 同样的道理都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 20世纪的早期 基督教主流教会开始大幅减少 关于圣经内容的讲道 这样做的目的 是希望藉此淡化圣经中 那些基督教独有的教导 让教会显得更具包容性 减缓进途的流失 然而这样做 它引起了很大的反效果 那些以缓慢速度衰微的教会 人数持续的流失 最后要倒闭 反而那些坚持全港圣经的教会 在大环境展规社俗化的时候 仍然持续成长 学者大卫 米拉德·哈斯乔 曾经针对加拿大的教会做了一项研究 那里说 如果你想知道 遵从哪一种信仰体系的基督教教会 比较能吸引信徒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 保守派神学显然是最得人心 奉行保守派神学的教会 通常会是积极传福音 宣扬上帝的话 教会的成功证实了以西杰曾经讲过的说话 他说上帝的话语大有创造的能力 依靠这种力量而活 熟灵的生命必然兴旺 正如经文所说 枯干的鞋骨 要听耶和话的话 今天腾中复就来到这里了 藉着基督的经历 确实可以让我们与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明天继续收听